先介紹CV47 然後要介紹要怎麼去把它 怎麼會移一下 然後這邊寫F10的目的是為了要做什麼 就是 F10最主要是說 呃...表達我們那個 呃... 當作標靶的 那個分子 對就是那個 那個... 好像是那個... Molecular Recognition那邊 然後 呃...這個F10喔 當初 海底 是它的Aptima叫EPA嘛對不對 對 然後... EPA其實是從一個很長的Aptima裡面剪的片段 對 然後說它的EPA... 所以這個跟我們的很像 所以你要把它敘述一下 就是說這個Aptima 原本很長的 但是其實...其實只有部分 對它有那種 Detect的作用 喔... 我們這邊其實就是把從這90個 剪輯裡面 像那個EPA一樣把 真正有作用的部分給抓出來 喔... 那...就是...呃... 因為它的這個... EPA的這個部分 命名的話 它是用... 呃... 之前的paper 它是引用之前的paper 它...它所用的命名系統 對...然後之後 但是... 它叫原始paper 它那個... EPA那個比較長條的是什麼 喔... OK... 那... 呃... 因為... 所以我要再去... 等一下...我看一下 現在這邊就是... 現在這邊就是... Aptima 所以... D-D-10 然後... 它的... 其實只有某一段... 是真正有作用的 叫做EPA 像... 像... 我記得... 之前學長這裡有寫到 好像在... 對... 你要把它... 貼到我們那個裡面 嗯... 好... 再來... 就是這個部分嘛 就是... 這一開始的... SYL3嗎 對... 然後之後... 後面又有在進一步的 就是... SYL3C這個 對... 然後... 到最後才會... 變成... EPA 對... OK... 對... 你就把這個... 貼到我們Word裡面嘛 OK... OK... 好... 再來... 在下面... 我們那90個剪輯要介紹一下 有... 我是... 放在... 比較後面的部分 對... 但是... 要... 要... 仔細介紹一下 對... 我是... 放在這邊啦 對... 因為... 你這邊直接講這個... 直接跳出來... 有點... 怪怪的... 要先講一下在誰的研究裡面... 藉由什麼方法... 已經找到... 找到幾個... 90個了... 那我們其中... 拿其中一段... 來把它真正有作用的區域給找出來... 恩... 所以我們是要透過... 就是... 痾... 之前... 他一定想講的這個... 這個EPA的這個... 來歷... 然後說去... 間接的去引述出... 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做... 對對對... 沒錯... 這樣就很順啦... 那我們這個... 前面的... 就是... 痾... 透過分子去辨識的... 這個東西還要嗎? 我... 我還會再... 所以... 你現在單獨... 自己... 貼一段好了... 就是說... EPCAN裡面... 最... 最... ACMA最先是非常的長... 然後... 經過怎麼樣... 被人家... 找出來... 其實只有那個片段... 有明顯的作用... 恩... 然後... 這CD47的ACMA... 是... 他是怎麼被發現的... 然後... 是有比較長的... 點擊的片段...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模擬的方式... 找出... 他這個... 90個... 裡面到底... 其實... 只有哪些... 片段... 是有作用的... OK... 你先不要放到... 文章裡面好了... 你就單獨... 一段... 把這兩個... 好... 我們剛剛提的那兩個... 先把它... 寫一寫... 我再把它... 安排到合理的地方... OK... OK... 就是... 就變成說... 我可能... 在... 這邊... 下面寫了... 所以... EB10的ACMA... 通常... 怎麼樣... 變到短的... 然後... 現在這個... CD47的ACMA... 是什麼方法... 找到的... 來... 如果拿提段... 然後... 下面... 就是... 就是... OK... 那... simulation的方法... 有沒有把你的流程... 寫一寫... 對... 然後... 這邊的話... 我還... 我還會在... 後面還會再補上... 對... 然後... 對... 然後... Simulation的方法... 你再自己寫一寫... 嗯... 就是... 這邊的話... 我就是... 要那個... 之前學長... 寫的方式... 去... 寫這樣子... OK... 對... 好... 然後... 就是... 我目前的話... 就是... 會以... 呃... 然後... 我們... 我們那個... Base in Hopping... 那個... 全部的部分... 直接... 全部... 就是... 做一個完整的解釋... 這樣子... 然後... 會以... 那個... 就是... 介紹的方式來寫... 這樣... 對...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就是... 我... 我有一些Case已經跑完了... 對啊... OK... 然後...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結合力比較差的... 它後面會... 標高... 然後之後... 但是... 相較於這個結合最低的話... 它... 大部分都是在... 5以下這樣... 然後... 這邊的結構... 比較保守... 對... 對... 然後之後... 但是... 爭議比較大的是這個... 就是... 好像... 第六... 第六條的... 就是... 它跟這個... CD47結合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 一開始就直接... 衝上去... 對... 然後... 它是在後面的時候... 才會超過... 5的部分... 但是這個... 其實... 爭議也... 比較小一些... 對... 然後... 基本上... 如果就是... 結合力越小... 它就會... 超過... 這個... 5的... 機率會越高... 對... 然後... 這個是... 差不多是最後的... 對... 然後... 這是CD47... 它原本的... 它是5到6... 這樣子... 對... 然後... 目前的話... 就是... 還在算... 對... 然後... 目前... 大概就是... 這樣子... 好... 對... 好... 好... 好...